这里是文化土豆,我是易康诺敏 今年是解放军成立90周年 8月电影院排片最多的 是重述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建军大业 无见到的导演刘伟强怎么解读国共分离情仇 毛泽东是秋收起义的领袖 但算不算是井冈山上的颜值担当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比红军星期晚了40年的hiphop 也是从纽约平民区域的非主流土匪音乐 慢慢成为了每年100亿美金体量的流行文化帝国 近年来在中国地下音乐圈横火 现在被爱奇艺重组成为了一部明星云集的音乐综艺节目 我们三位加起来快100岁的嘉宾 这周看了中国有嘻哈 而且每人还会给大家推荐一首逐具风格的hiphop乐曲 因为版权原因我们只能播放片段 但和往常一样 我们的音乐和其他聊到的文艺作品信息 都会在节目的文字介绍里给出 今天和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的 还是艺术家隆迪 大家好 以及翻译家GG在上海和我们电话连线 大家好 上周播出了以后有听友问我 为什么燕李中这两期都不在 原因是小燕她去 她告诉我们她去云南 她就发现她去缅甸了 对后来看朋友圈她在仰光 所以她应该是去金三角一带干什么事情 那我们现在就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建国伟业 建军大业 建军大业 它是相当于八一建军节 九十周年建军节纪念的一个县礼大片 所以和前两部一样 也都是众星云集一呼百应 我们先请龙迪为大家介绍一下 没有看还没看这个电影的介绍一下 大概的背景和故事讲的是什么 其实这就是一个历史电影 它主要是讲的1927年8月1号 南昌起义前后的故事 这个南昌起义的导火索 就是1927年4月12号爆发的 国民党的412反革命政变 这是我们在历史书上学到的 就是两党合作嘛 两党合作这其中的 这些共产党员进行清党 就杀了很多共产党人 然后极大的削弱了共产党的势力 然后所以说共产党为一部分 比较左倾的或者是激进的人 包括毛泽东啊 专来他们立主说 共产党是要拥有自己的军队 然后他们就在南昌 把启和策划了南昌起义 电影分为三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讲 412反革命政变 然后第二中间就是讲南昌起义 然后后面还要讲南昌起义的后续 一直到紧张山会诗 其实对我来说 这个电影就分两个部分 就是好看的部分 和特别boring的看的部分 那你觉得哪个部分是好的 我的历史是不太好的 就特别 南昌起义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 第一声枪响 它具体是抗日战争 还是什么战争 我也都搞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 我还以为跟之前的 也还有关系 其实这个都是在 日本人侵略之前 对日本人之前 反正是国民党内 所以我们有历史老师 隆迪和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 它的片名叫南昌起义 建军代业 对不起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以为这个片名是南昌起义 是九南昌起义 我开始也在想 就是说是南昌起义 然后演了一半的时候 南昌起义就看似胜利 胜利了 然后接下来就还有一个钟头的时间 再讲一些 我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因为就没有标题了 然后就好像是一些游击站 或者是在路上长征之类的路程 对去的哪里也不太确定 完全不清楚 再后来我就开始玩微博了 对你还在玩微信 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历史电影的角度来讲 他把一些基本的历史的来龙去脉的这种描述 我觉得是挺失败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就觉得他应该只讲南昌起义 我觉得甚至包括 就是你说的4E2运动的前因后果 为什么要清党啊什么 我都通通不知道 我觉得导演假设了太多历史知识 这些是真的 就是你要是好好读书的话 是知道的呀 9E2反中命中边 对 但是老实讲 其实当我看到是一个香港导演的时候 我也在怀疑 其实他也知道多少了 因为我老实讲 我记不起来中学读书 中国历史这一段是讲什么 我只是记得有宣中三 然后就是打日本人 然后就建国了 大概是这个 当中好像有一些军服的事情 也不太清楚 他们在究竟在干嘛 他们是谁 突然有很多人很多名字爆出来 因为我们不懂历史 我就只能抓一些片段 看了以后 明显觉得在历史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开会的时候 贺龙又用枪指着张国焘的头 说来把你毙了 不可能吧 这肯定是就是戏剧的表现 就是黑帮电影的表现呀 还有就是他们在开那个党代会的时候 是素育和后来叛国的那个林彪 在门口当门童 就是保安 我觉得这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好像他们都不是一个部队的 然后怎么会这么巧 在那给党代会开门 对吧 对对对 为故事方便 先把所有角色开头的介绍 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是 我根本像不知道那些人是谁 那些年轻的演员 对于我来讲长相也差不多 到后来他们三四个人站在一起 我根本像不知道谁是谁 除了几个主角 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 长相比较独特的男演员 我分得出来 比如说从演技来说 你比较记得住的是谁啊 就是毛宅都啊 就是基本上年纪三十岁以上的 都能分得出来 三十岁以下的我都分不出来 都是那种皮肤很好 牙齿也很好的人 所以就是很难记得住谁是谁 后来我还发现在我力求 就是通过一些网上的 就是搜索去学习一下 这部电影的情况 我又发现豆瓣上 根本都找不出来这个电影 我唱完的时候是有的 现在没有 现在完全没有了 以前我听说是说不能平分 但是是有 现在根本找不出来 只能找出一个建国大业 建军大业的一个 一个电视剧是以前拍的 是因为他们后代们 就是反就提出了意义嘛 然后所以说就把他放下来了 还是拍什么 所以这就是微信上出的一个事件 可能好多人也听说了 就是好多当事人的后代 觉得自己没有授权 毛信宇还没有说刘烨那 我没有授权你演我 演我爷爷 对我觉得像这种历史题材 他都成为历史人物了 如果没有涉及到诽谤啊什么 他们是说是说 不想让这些小鲜肉 我来演他们的爷爷 我也不懂 但我觉得他们在做这个 革命的时候都很年轻呀 就真的那个时候 可能也就是长得 长得也不怎么样 我反正觉得他们就说 可能自己的就是爷爷 那个时候都很英勇呀什么的 然后就不能让这些 很娘的小鲜肉去演这些角色 但我觉得你怎么知道 他们二十几岁的时候 林彪那些时候都是小毛头呀 二十出头 后代对祖先有这个保护的权利吗 我都觉得应该 对我就是说 也想问 他们一个理由 他不是法律上 他就是广电总局的一个规定吧 就是说你得去就是 争得什么授权呀 同意呀 是采访啊什么 叶大英就说 他们就刘伟强这些人 都没有去跟他们问过这些史实啊 这些不是在党史里都写的 对呀 这孩子的那个历史更不清楚了吧 就觉得他们还是很脆弱 就是你问我 我爷爷当年做过什么事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爷爷是18年生的 他在抗战的时候 也是小 也是那样的呀 广东男生 像叶婷也不会很糟吧 广东人 我只是就是为 我的问题会是说 他们法律上有能说什么吗 没有 如果这样说的话 他们只有一个广电总局的条例 各种各样的电视剧 都是有什么张爱玲啊 林慧玥英啊 那些都不用拍了 对 我觉得如果这个 英烈的后代都在 不是他只是说 就是英烈的后代 他没有说过这些人的 名人后代 他只说的是英烈的后代 所以就是广电总局曾经说 英烈的后代 可以需要授权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那英烈也很难判断呀 你是几级干部啊 因为林彪的后代 怎么可能授权任何 对林彪的负面的这些描写 没有 这里面没有林彪的人签字的 但我觉得请了这么多 所谓的小鲜肉来演啊 从刚才GG说的 就是那个 他们化妆看着有点不真实 但我觉得这也无所谓 他们 真无所谓 对 我觉得他们演的还是蛮好的 就是学历电影 皮肤跟牙齿太完美了 我就觉得从一个电影上来说 拍的还挺像美国人拍的 他们在后边就是在那个 那些护士在给他们救伤员 或者是缝衣服的那一幕 看起来还让我想起了权力的游戏 他们在 开始的时候第一集在北方 就是所有他们北方的那个镜头 我觉得都挺像的 就说没什么性格吧 肯定是一个梁吧 他肯定是一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 我是觉得反革命政变的时候 他拍的细节 人和人就之间杜月笙杀人呀这些 就看着还有就是这个导演的这个风格 因为他就是拍黑帮电影的嘛 好多镜头 比如说拍到周恩来就在那密谋的时候 就不说话的时候 你会想到就是无剑道里面很多的 就是比如说梁朝伟的镜头呀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特效做的太差了 有什么特效我没有注意到 有时候不是那个就是河上就是黄浦江上就是有军舰就泡红了 哇那个特效简直是太差了 商务艺术局的那个 那个太假了 对 然后还有就是烧商务艺术馆的那些就是假火 我觉得都还行 相比秀春刀和狼牙榜的特效 我觉得这些都都还可以接受 我刚才是想说这些小鲜肉毕竟能够让年轻人去看 他的点其实就是要让年轻人去看这个东西嘛 但是你们又会不会觉得像这种宣传作用特别强的历史片 然后他对历史肯定是一种特定的经过编辑之后的描述 但是老实讲全世界的这种历史片也是跟本国的那些某一些要说的事情 也是根据那个方向去走的 所以我觉得他不算是特别特别的这样强调某一些点吧 那你说我们就是像观众看完这个电影 然后希望去了解一些史实 要看多少东西都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我觉得你就从你就看它先维基百科看繁体自大 因为你就会搜到你就可以搜到南昌暴动和南昌起义 对但是我觉得那国民党那边的说法和共产党这边两边都不一定完全可信 还有维基百科的篇幅必定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第一步 但是它毕竟篇幅有限 要去进一步了解的时候是不是就只能去看一些历史学家写的书 在第三国的历史学家 我们可以到时候列出一个链接有什么书 因为我现在也不太记得读书的时候就就是有中国史的书单嘛 有历史学家写这几端 这是美国一些比较代表性的研究中国历史 近现代史的历史学家就觉得在共产党就是分开分出去了以后 蹲聚地的建设就和国民党对着 在之后的抗日当中就起的是反作用吧 对抗日没有什么帮助比较小 就是因为他们就自己在蹲聚地就是积蓄自己的力量嘛 大部分的事情是 不过这两年我觉得在民间还是逐渐有一种共识 民间是有一种共识 但是你在教科书是没有这样的 就不可能这样写的 现在的学生可能学到的还是哪样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也是在 他是在斯坦福念的历史 但是他反正推荐我去看一本是叫 陈永发写的上下册的共产革命70年 好像网上也能搜到电子版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我旁边几个那种十几岁的女生 然后可能和家长是一起来看电影的 就周末吧 他们的点就完全是在小鲜肉出来的时候 他说这是谁这是谁 我完全那些人可能我谁都不认识 连欧豪是谁都不知道 不是有一个镜头是毛泽东在那个东湖里面游泳嘛 游泳起来就和周恩来拥抱嘛 他说啊我好诗啊 然后那些小孩就爆发出床下 但是这个拉的话题远一点 我看过几个那种话剧现场的那种直播嘛 很多时候就是男男拥抱啊 还是什么的时候 如果女观众比较多的话 大家都会在嘀嘀嘀嘀的这样 要扶你 对在偷笑 我觉得这种是不是会让人有点崩溃啊 就是说就是比较保守的观点 就是你要不然你就好好读历史书 把这个历史重现一下 采用这种取悦观众的方式 还不如不要做 就是对于我来讲 我完全就是这段历史完全不懂的 就是我爸之前跟我大概说过一次 我基本上他说的东西 就都是电影的那个模式 就是412 然后南昌政变 然后就是他就是只是说广东打败了 但是南昌起义最后 他们不是一路走到广东去 就不剩几个人了嘛 就说八百多个人吧 对那南昌起义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宣布他们就是武装 中产党武装 但他们不是说两万人进 对他们不是两万人进去 要打那六千人吗 他们还不如这两万人 就直接去南方呢 又不是一定要经过南昌 南昌又没打倒闹不过去 其实这个我觉得电影没错 我实际上历史是为什么也不懂 但是我感觉好像就是说 他电影好像很快的提过 在南昌待不住 但是南昌也是一个 就是军事上有力的一个位置 因为大家不同方向都有敌人 大家不敢动 但是没想到最后大家都动了 好多人都觉得这个整个南昌起义 就是一个比较失败的 就是形式主义 要打响这么一枪 然后这里面你就会发现 如果真正去读历史的时候 所谓的共产国际 其实都是斯大林一个人的算盘 所谓的国民政府 或者是要北伐不北伐 也是蒋介石在想他自己是什么样的算盘 我们这边也都一样 就觉得特别好多人就死得特别的无味 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最大的感觉 就是说以前习惯是看 要不然权力的游戏里是一些 就是不认识的人在厮杀 要不然就是抗日 然后你就觉得像明月即是有我们看的 我觉得那个正义和邪恶是非常清楚的 然后在内战的时候 就看的人特别想了一想 整个这个电影就是有关于中国人杀中国人的 一开始就是政府指派黑社会去杀媒体人 对吧 然后杀工会 然后呢又是抓李大钊把他给杀了 然后接着就是国民党部队杀国民党部队 然后国民党部队兵变 然后杀 然后又杀自己人 然后最后追出去的时候 在河边的那一场戏不仅是互相残杀 自己的那个先前部队 还要也是高射炮过去 对 就国民党的先前部队 对 他们的另外这边要跑的这边的断后的部队 也自我牺牲了 就整个两个钟头都在死人 然后 就后面一个钟头都在死人 这个就是让我看的一个很不舒服的点嘛 对 而且是同学杀同学 关系还是算是蛮轻的 不是说那种 完全不认识的人才大 我们不应该是唯一看着这个不舒服的人 也许说特别是当你用了这些年轻的明星 长得很好看的人 然后在那厮杀的时候 就尤其有一种觉得不真实和难以置信的这种感觉 如果大家能够看完电影以后 达到一个共识或者一个感觉 就是觉得首先战争就很可怕 对吧 然后手足用不了成语 就是 就坦来坦去 就是自相残杀也是一个 自相残杀 对 特别可怕的事情 我觉得这套电影其实对于我来讲 它也有讲这个点 因为它其实花了蛮多时间 是当然扎完 砍完之后 你是看到一些就是所谓的反应镜头 就是去妈妈跑出路上跑 抱孩子啊 还是说就是我怕我想回家那种话 其实也反映到战争暴力打杀的那个后果 那种恐怖吧 就是如果你比一些好莱坞的电影 很多是杀了杀了 杀了就杀了 你这个门上不会再看到被炸的人 或者被砍的人 它不会不会楼一个反应镜头给它 所以我觉得就是编剧或者是导演 或者是整个剧组 他们感觉像是 就是还是有评价一个战争的后果吧 应该是这样说 但是整个电影的另外一条政治线路 就是在讲 就是枪杆子出政权 这一点对吧 因为一定把 他们先把陈独秀辱了一分 那场戏好像也不太对 就是说好像陈独秀和毛泽东的那个关系 我觉得他们俩应该也不是 就不是那种不太认识 不不不 毛泽东的地位肯定当时是没有 对肯定没有 但肯定陈独秀不会把它给训斥出去 就这个点 anyway我就想说 就如果真的是枪杆子出政权的话 我就希望电影里边有更多在讲 共产党它的更大的计划是什么 然后他打算怎么来用这些部队 然后来真正讲南昌起义的这个意义 到底要干什么 反而 反而在南昌起义当时的那个会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他们前几天晚上讨论要不要的时候 张国焘跑来了以后传达苏联的意见说还是不要弄了 其实这个是就是共产党或者是国际苏维埃在指挥枪杆子嘛 就说你们这就不要弄了 然后贺龙就进来说我不是女共产党 然后你要是不同意我就把你毙了 那这个逻辑就完全是党指导枪的反变 我其实在想要不要推荐人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是蛮纠结的 你们会推荐人去看吗 如果推荐还会跟他们怎么解释这个事 我觉得我会因为对于我一个完全不懂历史的人 这一类电影还是能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脉络吧 就是大概大概有什么事情发生过 当然就是你看电影也知道是在讲故事吧 究竟这些电影跟事实是不是完成 不能说完成一样 有多贴事实的话 这个当然自己也要思考了 但是这是让你想一想就是我们那个祖父母那辈的人经历过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一件好事吧 因为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是你家庭城市 其实怎么走到现在这个环境的话 你怎么都要对过往的东西有一点点的概念 要不是就会很混乱了 OK 隆迪呢 我觉得他这个电影起了作用不是说讨论历史啊 研究历史 就是让大家去关心这个事情 里面有很多东西肯定是就是戏剧化的表现 然后我还要补充一点 就是刚才你们说可能就是他们要不就不打这个仗 不起这个意义就可能就走了就行了 但是当时是就要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当时他们是没有兵的 共产党 对 他们只有靠起义来抢这些武器和兵 因为这些兵都是国民革命军就是北伐军队里面当中的 OK 就是说是国民党控制的 他们只是一些国民党的当中这些军队当中的军官 他们是参加了共产党 他们要必须就要有一个这样的理由 或者一个起义之类的事情 然后才让他们把军权夺过来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历史剧 不论是什么话题的历史剧 其实是蛮有用的 就是可以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线索 往后自己再去阅读把事实搞清楚 我是读美术史的 当年我在英国读书的话 我都英国王族从1000年的那个历史是完全不懂的 但是幸好有莎士比亚 他写了八套还是九套还是十套历史剧 那些就和史实更没有任何关系了 对吧 李朝二世一直写到亨利八世 还有之前还有那个爱德华三世 那他其实就是一个朝代的皇朝 一个一个换下去 那至少我现在知道有这一堆皇帝 然后每个皇帝是前后次序 至少搞得懂了现在 OK行 有机会的人 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哎呀我又我差点又把这个电影名字 记成了南昌大屠杀 去看一下建军 建军大业 OK 其实刚才说到从看这个电影 大家会去了解到很多20世纪的中国史 我们经常聊的第二个话题 就是中国有嘻哈 我们为了聊这个话题 我们也去做了一些小小的调研 也让我了解了不少黑人的历史 美国的历史和嘻哈的历史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做播客的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会让我们也去学一些东西 大家可能朋友圈里都看到了最近吴亦凡的那个 你会不会freestyle这个梗的流传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才都去说去看一下 中国有其他这个节目好看吗 不好看 就我老实说就有点受不了 就特别就是坚持到 我就看一集第一集 就在想为什么要再看你这多小时 看这个东西 龙迪是受不了 知己能受得了吗 其实也不特别受得了 我第一次 我不知道谁有一个半小时 可以看一集 你不觉得他们剪辑的有特别大的问题吗 就很无聊 我是在爱奇艺上看的 我也是在爱奇艺上看的 然后爱奇艺的这个界面特别复杂 它有各种的花絮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 我没有啊 我就进去直接就看这是正片呀 我都没有找到 我都没有找到正片 我是特别去找的那个正片啊 因为我 我觉得它的指引特别的不明显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就觉得是它设计的不好 还是我真的步入中年 已经看不懂了 这种已经步入中年 不是我们步入中年 因为我之前做过另外一套真人秀 就是做他们的那个剧组吧 做了一个月 版面也是类似的 而且看这个剧 你也会发现有特别多专业名词 我好不容易 我去问了我的一个堂弟 我才搞清楚 你知道rap和hiphop的区别是什么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就是hiphop是一种文化 哦 rap是其中的一种 你们要记笔记啊 有四个元素 rap就是说唱是一种 然后里边另外一个元素就是DJ 然后第三个是break dance break dance其实是我们之前 就是我们的父母 我接舞了吧 更早是叫霹雳舞 然后还有一个元素就是 graffiti 涂鸦 所以是这四种街头音乐和街头文化 组成了hiphop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也会用hiphop来指音乐 是不是很牛 我们其实今天大家都准备了一些 就是hiphop的片段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不然就先来放第一段 我其实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讲一下那个hiphop的由来啊 你知道吗 你讲 你干嘛 就是70年代就是Hardom这些 其实我觉得有两条线路 就从音乐上来讲 你想一想 就是rock 在一个rock concert 你会怎么跳舞 OK 可能是一种 rock concert就很少跳舞的呀 就不太跳对吧 稍微动一下 我去年去听Gunks and Roses 大家都在那瞎站着 对就或者把手比起来 摇一下 对摇一下 那然后在disco这个年代 大家是跳的是那种 John Travolta 对 John Travolta演的pop fiction里边 他是那种 他们那种头发 对吧 然后穿的那个jumpsuit什么 对 然后到了hiphop的这个年代 其实就是出现了比较groovy的 就是hiphop里面有一个词叫beat 就是所有歌的背景都有一个这个beat 然后这个beat就是蹦蹦蹦蹦蹦蹦 很重的这个低音 但是它是比较 它其实是比较慢的 很多的重复这种感觉 它就是一种 其实现在我们就觉得是比较慢悠悠的 这种还有点性感的 迷迷之音 就是那个时候的DJ开始自己混这种音的时候 是给人了一种全新的感觉的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原因就是 Brunks有一个叫 就是有一个叫black spades的 扑克牌上的黑桃 有这么一个 他们其实就 就是那边的公屋里面 治安是有很大问题的 这些组织白人会认为是黑社会 住在那的人 他们其实是一个自我保护的 也是要预防贩毒的人啊 妓女啊 这些是维持他们那儿治安的 后来他可能要逐渐壮大以后 可能自己也朝黑社会演变了 这个黑桃 这个黑社会black spades里面 一个堕的堕主呢 他就叫Africa Bombata 他也是同时也是一个DJ 他就觉得他们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通过组织街舞啊 然后DJ的露天的这种演唱会的活动啊 就是用麦来说一些rap 一些东西啊 说唱啊 来组织小朋友 把他们的瞎胡闹啊 就是小偷小摸呀 贩毒啊 这些经历 让他们都重新放到 放到音乐上来 然后放到跳舞上来 改变了那个社区的这个状况 hiphop的开始是有这么一个 就是有远见的黑社会帮助 然后通过音乐 就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有意思 是不是讲的有点乱七八糟了 那起码我们知道他的 他是有很强的黑人的文化背景 以及有这种社会底层 甚至是黑社会的背景 然后他又本身不是一个歌颂犯罪的东西 他其实是 他们的歌词唱的是一些底层黑人 我觉得大家容易有的一种误解 就是觉得他是那种黑帮 或者是歌颂这些东西的 但其实他是一个更复杂的东西 他的叙事里面有讲这些话题 通过这个音乐把很多人都带出了黑帮 那我要放的第一个歌呢 就是一个叫The Roots的一个band 然后我是希望通过这个介绍一个嘻哈的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就叫sample 就是说在嘻哈音乐里 有一个人拿着麦在说唱 背后的很多音乐 其实不一定是他们自己写的 是他们去sample来别人的东西的 sample其实就会遇到 这不是版权问题 这就是说会遇到一些不同音乐形式的一些结合 The Roots 他们就是一个把爵士乐 另外一个黑人音乐传统和嘻哈给结合起来了 他们其实用sample不是用的那么多 他们有一个现场的乐队 是用乐器的 所以我放的这个是他们的一首叫Dynamite一首歌 其实我选的这个 它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hiphop 就是想说它一个是hiphop 是可以和jazz有一个crossover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它的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会觉得 就是很浅没什么深度的 它的这个album叫Things Fall Apart 那尼日利亚得了奥斯诺贝尔奖的那个 China Achebe Achebe的最出名的那个小说 叫坍塌还是崩溃 Things Falling Apart 反正就这个意思 Touch this Ella 5th Dynamite Touch this Ella 5th Dynamite Touch this Ella 5th Dynamite Yo check it out In-In-Tro-Tro Doodoo Synth The soul miss a link What could MC's who listen think It's black thought Open your eyes and don't blink Yo To rock this mic is like a bass against stick But I'm in-In-Tro-Tro Doodoo Synth But I need the mic champion More than a step beyond Motherfucka sweating me Bagging me just to get me on Mac Pro Cosmic Mic Pro Master Yo I'm off away Wait feel feel lay lay People wanna see the way The Illadel play Yo look in the mirror Watch what yourself say I'm from S-Pay No mortal man 你有没有听到背后 其实是一个jazz band 有double bass啊 这些在提供所谓的beat 因为它其实hip hop 它是也有很多不同的 那个黑人音乐的那种元素 什么Jamaica的dance hall啊 那些 有时候你还会听得出来的 可能比较像reggae的那种感觉 其实有时候也会在hip hop里面有 那好像是很多不同的那种 比他们之前的所谓的 传统黑人音乐的那些元素 也有一些在里面 对 所以说因为它分两部分嘛 一部分是它嘴说的这一部分 一部分是背后sample的那个音乐 所以后边的那个音乐 就可以拿来玩很多变化 对吧 GG你还聊到了 就是广东的乐剧里面 也有和 我印象中其实因为说唱 以前rap不是叫说唱 我记得小时候 它有一个叫饶舌 对 以前叫饶舌 以前叫饶舌 然后也有叫过广东 好像有叫过鼠白蓝 但是什么是鼠 什么白蓝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 广东乐剧里面的一种 说白的方式吧 因为对于我来讲 我听到说唱 我是想起戏曲的 所以说白是北方的 京剧里的可能的说法 然后 说白应该是 就是戏曲的一种 戏曲的一种说法 戏曲的一种说法 在乐剧里就叫鼠白蓝 就鼠树的鼠白色的 白橄榄的蓝 对 它应该是 这个是一种特别的方式 它不是所有 其他的有一些就是叫说白 但是这个是有一种 比较有节奏的 就是它可能有 它规定的那种韵律 它可能是一种 超级音乐的 我有时候觉得rap 其实我个人是 以前都没有听 就是也是近年 才开始有一点接触 因为以前就是 我觉得它的音乐 歌曲 它们的艺人 跟它们的歌曲 我都不特别感兴趣 它和你的文化背景 距离太远了 还是不容易有那种 一听到的 立刻的那种亲切感 或者是想 就是其实反过来 应该是说 我说戏曲的那部分 也是有一点关系的 因为我翻译戏曲的时候 就发现 因为我是说广东话的 对于它们的 有很多押韵 其实普通话 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我广东话 我可以看到 很多的押韵 那这样其实是 慢慢引起 我对rap的兴趣 因为我发现 现在rap是更多的 它写的那个歌词 是很利用各种各样的 我们所谓的文学手法 去押韵啊 投韵啊 然后就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词 那个节奏 是跟以前的词跟词 是有关系 然后它也用到很多方言 它那个方言 可能是用词像的方言 就是比如说 有广东话的rap 也有就是英文的rap 它有一些是 就是美国不同地区 它的方言也不同 然后英国它也有自己 比较独立的口音跟用词 所以我们可能一般听到的rap 都是美国那边 但是其实英国那边 它自己也有一个 非常成行成事的一个 hip hop的一个文化吧 那个就是 就是近年其实 就是变成挺主楼的 也蛮影响英国的那个政治 它叫grime G-R-I-M-E G-R-A-I-M grime其实就是那种 灰尘很脏的那种 又油又脏的那种 黑妈妈的东西吧 应该是 所以它是其实是 伦敦东面的 也是很穷的一个 都是也很穷的那种 就是经济使用房的 从里面发展出来 一些年轻黑人 或者是当中好像也有不少的是 那个可能是印度 巴基斯塔 就是南亚 就是皮肤还是比较黑的 他们会有很多地下的 地下电台 然后他们有一些地下派对 然后他们唱的歌 相对来讲是 更政治化 他们说 讲很多他们自己的生活 讲很多就是 因为伦敦 其实是一个很富裕的城市 但是它很中心的地方 也有很穷很穷的区 这些孩子很多都是 从这些穷的区里面出来 然后他们讲很多他们自己的生活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是蛮愤怒的 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一年的话是有蛮多的一些 Grine的MC 站出来去支持那个英国工党的 Leader是叫什么 Jeremy Corbin 工党的Jeremy Corbin 他是工党的领袖吧 大选的时候就是 他们也搞了很多派对 去叫年轻人 造势 帮他们拉票 不是说不是帮他们拉票 他说虽然说我们是社会的低层 你是年轻人 但是你这一票还是有意思的 你应该要去投票 你应该去想你支持谁的政治观对于你的生活是有改善的 你为什么要投这个人 这个流行文化还是能推动很多年轻人去注册去投票 然后我现在选的一首歌了 就是这个英国伦敦的这个Grine的其中一个创始人 叫Dizzy Rascal最新的那个专辑 然后他这个专辑就是我听下去的话 我就觉得他蛮火的 就是他就是对于脱欧啊什么 这些他在歌词上都有说到 所以他一路都在唱 我已经特别厌恶 我感到对一切都感到了厌恶 sick of it对吧 不是那种被动 我不想再听这种话 我没有改变的这种感觉 我刚才就想问隆地能不能听出这个人的英文 是东伦敦的口音和你们纽约人的口音是不一样的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但是在伦敦待过的人就能够马上get out他的这个点 就好像我们听四川的rap对吧 对 这次不是我看第二集那个TY没有就成都的一个rapper TY没有上吗 你的小白眼 但我就觉得他选的那首歌他就应该选一首四川话的歌 普通话唱rap挺没劲的 还不如听桌子张讲箱上呢 对 音乐是全世界人都可以欣赏的 但是语言里面更丰富的那些东西 它一定是地方的 它一定是方圆里的 我们大家都是在念课本的时候学的普通话 就表达任何生活中的事情都是很大缺失 就博安琼和重庆人吵架 马上就败下阵去 你这金马算什么呀 就是其实hiphop是一个所谓的 正没说的街头文化 是很草根的东西 最终其实就是跟你那个地方 跟你那个街区 跟你出生长大的那个环境 其实是很大的很有关系 如果你真的是听得有感觉的话 如果你说美国的 他究竟是在歌颂那些黑帮生活方式 还是在骂那种生活方式 其实我可能听不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我就特别喜欢 我那天很可惜TY没有上 因为我特喜欢他唱的那首 学习不好 就在街上 对因为我觉得以前老师真的就会说 收习不好 当大在街上了 没有我们老师不会说这种呀 他可能没有说 但是就学习不好 你要干什么啊 就菜市场卖菜呀 其实我们就说 学习不好就去上我们隔壁 那个很不好的学校 就我小时候我妈妈就说 你学习不好就只有去学美术学院 但他一唱出来 你就完全明白 那个是会这样来威胁 就在街上 树美赌豪 长大的经行人 树美赌豪 长大的经行人 树美赌豪 长大的经行人 树美赌豪 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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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都不经济感觉 落过乖了水瘾 因为老师不得水平 我的老师不得水平 听不清他声音 我只看到他的追星 他贴贴正忙我 说我这种认证 他肯定不贴心 他贴贴正忙我 贴贴表演的人 现在是个悲铃 听不清解他的只是 结果老子上来之后 他的只是不听我的懂 我不管他从来 你唱过来高明 我看那个 他有几个是唱方言 重庆的Guy 我以为他是胖子 然后发现他好像又不是胖 他叫Guy是吗 在重庆Guy就是一个 就是说这个人很那什么 什么意思 我说一些重庆话 他一般就是说 那个女生的 说这个女的很Guy 就会说 其实就是Guy的意思 大家Guy的意思就是 就是说你是社会 很浪的那种 是一个贬义词 但是大家现在贬义词包用了 对对对 没有贬义词标诺 还是贬义词 只是他拿这个名字来设计 但是肯定在Hip Hop的语境里 他就觉得这是个包义词 对 他唱起来的那个感觉 还是蛮跟就是 国外我所知道的那种Hip Hop 有一些共通点 虽然说Hip Hop现在是主楼文化 但是他的音乐是主楼文化 但是其实他的那个生活方式 那些人不属于主楼的生活社会里面 因为在西方的话 你还是一个白人社会 他们 对 但我觉得这里面 他们说 其实是 他们说他的衣着 就是你看Beyonce穿的衣服 那个JC他们穿的衣服 不是所谓正常人会穿的 听美国的Hip Hop有两类 一类歌词就是讲 黑人底层生活的 社会现实的 它是属于草根文学 草根的 对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炫富 对 对吧 就是他们穿的衣服是很夸张的 但是 就穿皮草 带金项链 皮草 金项链 喝香槟 豪车 豪车 超长的这个车 这全都是美国 我只能朝好的方向理解 只能说他是在 立志 你说他是在立志 还是在挖苦和嘲笑白人文化 没有 他没有说是挖苦 他是立志 就是说他从那个 他意思就是说 他从很底层的 就是什么 成功了 对对对 成功现在到现在 我以为他 我以为他是 You made it and you can make it anywhere 这是很立志的 我以为有的炫富的东西 说要喝什么 Crystal 香槟 这些歌词是在 它有一个自嘲 是在讽刺 讽刺 会自嘲 但他不是讽刺 就他们真的就是过的这种生活 真的就是过这种生活 对 还有康阳 对对 康阳 是卡达 但是就是虽然说 现在是主流文化的 就是那些 卖得很好啊 每个人都听 音乐的内容 其实还算 还算是一种亚文化吧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就看见 West是主流 非常主流了 是已经非常主流了 我觉得是基纪 你喜欢的那些东西 现在逐渐 就是说的好听 是精英文化 然后其实也和亚文化 没什么区别 没区别 对 OK 隆迪你有要推荐 就是推荐大家听一下 就是现在在QQ省上面 也QQ音乐上面也有的 就Hamilton的 就他整张专辑都有 就Hip Hop Musical 就是他有嘻哈 还有音乐剧的这些音乐剧都 我就是想问一下 Hamilton 他好像是不是讲 美国的一个 建国之父 Founder Father 开国的一个 对 他是一个历史音乐剧 对 现在是17年了 他是从16年开始活大 16年上半年 是现在一个 就是Off Broadway的 一个Publish Theater 就先演的小的Production 然后后来就拿有钱了 7月份在上的Broadway 我是我就是他 我生日前后上的 我当时就买票去看了 我当时看的是 还是就是300多美金的票 天哪 哇 这不是已经完全精英化了吗 然后在 我300多美金还是做第二层 后来就是天价了 而且我发现在国内谈论 哈密尔顿这个音乐剧的人 也都是所谓 比较资深的文艺青年 而且很多人 其实也没看过现场 那当然 要有300美金 不容易的 然后我就是说 生日的时候 送自己的生日礼物嘛 350多美金的 然后我记得 后来就很贵很贵 他们有朋友 他们就会去买这个 放票的时候 就会买出来 然后因为到去年 7月份之后 这个就编剧导演和 编剧和主演 这同是同意的人嘛 这个 这个Linda Miranda 他就不演了 就是原先的卡斯 Orangelo Cast 就全都走了 别的人演 那个时候票价 就降低一些了 但是反正它就成了一个 就是文化现象吧 在文化上 够不够潮啊 之类的这些代表 就是好像大家觉得 你在纽约 然后你又是 你没看过 哈密尔顿就会没什么 然后刚才我们听那一段 就是其中就是 去年的 Tony的 就是闭幕的时候 哈密尔顿的Cast 就出来唱的这首歌 叫Styler Sisters 就Styler Sisters 就是那个 就是汉密尔顿 这个建国之父 就娶了其中的一个 就是老二这个妹妹 就是讲他们相遇的那一场的那首歌 就说回这个中国有嘻哈 我因为我们刚才听了这么多国外的嘻哈 不仅有crossover 然后它还有特别多的政治含义在里面 中国嘻哈的歌词 大部分其实都是不沾正直的 其实反叛的都不太多 正能量的还挺多的 对啊 特别是放在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上的 基本都是 就他们会有要求 其实他们 是吧 我就觉得这些歌词 其实就觉得听了以后意义不大 社会反人类 也没有就是很消极的 其实美国这些嘻哈的歌词 很多都很消极的呀 很多很重口味的 对 重口味的消极 不过它里面一个很政治不正确 就是非常大男子主义的 把老婆杀了 这些都是有可能出生的歌词 都是打老婆的 很多都是男的乱找呀 什么老婆又很伤心老婆走了呀 或者女朋友走了呀 但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呀 怎么办吧 就这样的 就黑人的歌里面很多都这样的 其实和 我觉得可能和意大利歌剧有相似的地方 对 我刚才就是还想最后聊 就是讲一下这个中国有嘻哈这个名字 我觉得就特别让人受不了 是 就一下子觉得自己东亚病夫嘛 就好像老子 我们没有嘻哈 我们现在站起来了 我们什么都得有 就是我们的 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我们只需要有 而且我们有这个东西的目的 不是因为它好 或者我们喜欢 而是我们要给 我们一定要有 为外国人看 屹立在世界民族之灵 就是我们要给外国人看 你看我们也有嘻哈 就 我只是觉得它 它你是有没所谓 但是大部分那种参赛者 跟那个嘻哈的那个文化的那个感觉不对 就是 对啊 其实它可能是一种 charicature是怎么说 是漫画化了 就是没有那个精神在里面 对 它有一个嘻哈的脸谱在那摆着 而且美国那些唱嘻哈的 或者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把裤子垮一点啊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第一集里面就有个穿的比较商务的男的 不是进来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吗 对 然后我觉得人家唱的唱的可以的呀 也不是商务吧 穿的优衣裤吧 对啊 就穿的 就像创业者嘛 就穿的像 我都觉得场地里面的人好像就觉得人家是异类一样 好吧 那我们这周还有大家想推荐的东西吗 有一个美国的大牌叫Pro Enzyme Show 它和就是美国的计划生育组织叫Plan Parenthood 他们一起拍了一个系列的片子 就讲堕胎嘛 支持女性生育权力 选择全 生育权力 选择全的这种一系列的视频 我觉得拍的挺好的 那你会把它放在什么地方 我会 你知道很逗的 就它里面有很多裸露的镜头 你审查不过的呀 过的呀 腾讯视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下面写的是美国时装计划生育大篇 然后就审过了 行 好 我们明天把这个也贴出来 基金那边呢 我想起来就是我刚从英国回香港的时候 我爸就是要我看那本书叫青春之歌 你们是不是读书都要看的 不是必须看的 听都没有听过 我听说过的呀 他是一个 五十年代末期写的一本小说 长篇小说很长的 五百多六百页的那种 然后是那个作者叫杨默 一个女学生怎么 怎么开始发现那个共产党 然后走到一个革命之路上面的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 虽然它是一本革命的书 但是它里面就是也讲到 就是这个女生怎么对于世界 对于感情的一个世界观的一个成熟 现在其实很少书是女 女性的作者其实不多 然后有女性做主角 几百页的书都是讲她的 就更加不多 就根本现在没有几百页的书 对 然后另外的就是 这个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有独立思考的 一个女性的角色的 在文字还是在电视影视上的出现也不多 所以我觉得这本是蛮好看的一本书 就是我们都年轻过 没有经历过它那个世界 但是你有经历过它的感情 所以我觉得这本是蛮好看的一本书 百读百科说是有39万多字 那也没啥 一个月看了 很长 我推荐大家看一个就是Noisy 这就是VICE旗下的音乐频道 做的一个纪录片叫川于陷阱 它就是讲的四川 就成都和重庆的地下 嘻哈这个音乐群体的一个纪录片 如果大家刚才听我们讲 中国的嘻哈听得一头雾水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纪录片其实我觉得拍得蛮好 那就这样 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逼逼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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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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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开